去滑溜,總有自己的理由 香港攝影師 Phoebe 為的是自由的空氣和藝術氣息 我都很喜歡歐洲這個地方 這個生活形式 和對我的攝影工作都很相配 第一個問題是,Phoebe,你在法國最喜歡吃什麼? 我在法國最喜歡吃當然是海鮮拼盤 裡面有生蠔、螺、蝦、麵包、蟹 整個盤圓很大很大 太棒了,我都喜歡吃 Phoebe,你拍照,你的相機很貴 你有沒有普通相機不太貴? 有啊,我也有一部小的D-C仔 去旅行方便,又拍得漂亮 在相片飛歐遊和攝影教學 我經常都拿著這部小的相機仔 跟大家介紹 機仔都可以拍得漂亮的相片就是這部 Phoebe,你最好的朋友是誰? 我最好的朋友,他在香港 我們認識了20多年 我們又患難見真情 和金共苦,大家有什麼不開心 或者開心的都一起分享 非常信任對方 Phoebe,你最喜歡的家人是誰? 我最喜歡的家人就是我大家姐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 《當劍喬喳喳想巴黎Phoebe》的 第23集 《媽媽, I love you》 我都有提過 我大家姐就很了解我性格 又知道我喜歡什麼 又知道我很多心事 所以她很支持我所有事情 她也是我的第二個媽媽 《令你很成功?》 《令你很驕傲》 覺得這是什麼 我覺得很成功 試過攝影比賽 拿了冠軍 另一件事 覺得我更驕傲的 就是我一個人來到法國巴黎 追夢 發展我的攝影事業 現在已經十年了 中間有很多困難 都是一關一關的衝破了 應該在街上 有人叫我去買期 做捐錢那些 我就決定說好啊 那時候就想著拿錢包出來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錢包 找了很久 女生就看著我 在這裏耐心等待我的錢包 最終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就唯有 告訴她 不好意思啊 原來我真的忘記了大錢包 這次真的捐不到錢 抱歉 大家記得按鐘仔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按讚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那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確定 45 dei 接下來 會不會